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史评 我是经济日报的李国庆 大市今天都是牛皮上落 最主要在等星期五晚美国就业数据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 近上的陈流 没讲到题目之前 看看恒新指数表 全日恒指反弹了67点 收报2、3、5、6、8 不过成交就收缩了些 去到只剩6、8、5亿 今天港股其实波幅就不大 可以说是伐线捉层 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这幅图 连日来都是受制于死亡交叉 即是10天线跌破20天线 这个小圆顶 现在在低位增持 大概23,500区上落 全日最低位234、300 最高位235、603 收市就在波幅的中间位 2、3、5、6、8 这个位暂时来看 仍然都是有机会稍稍弱一点的 因为呢 刚才说过了 受制于这个死亡交叉 和这个圆顶下滑 这个迹象 后市主要支持位 在前密集区 23,000到23,400点之间 国企指数的情况都是类似的 受制于这个死亡交叉 和这个圆顶 今天回到下来 前浪顶 这个12月1号高位 这个高位是9994 所以一万大关是重要的 如果失手了 就要回吐下去 之前这个潜密集区 就是9,600到9,900之间 这个位置 以9,600就是重要支持位 那大市虽然有点偏远 那为什么我又说到 近上一层流呢 最主要原因 今天呢 其实呢 都多只股份是破顶的 首先呢 恒指城镇股里面 大家都很触目的 就是九仓 今天呢 有一支大干 升成8.7% 上到67.6毫半 其中一个就是 公布了个业绩都不错啦 另外一样东西呢 就是 大家知道了 他想着不玩这个有线欢频 这个都很大刺激的 那看到大成交 大洋触破顶上的 那其实都做了一个头肩底 照量照度升幅未远的 如果以60元 和这个50元算 都升10元的话 就要去到70元 或以上的 那除了九仓升之外 同系的惠德峰 今天都做得不错啦 也都是创了52周新高的 虽然升幅没那么大 但是都有6.5% 收55.9% 这一支呢 都是破了位上升的 好了 除了这些大蓝丑之外呢 今天有个蓝丑股都升了 就是吉利 都升6.2%的 最主要呢 都是说大摩 所以是高盛 高盛说他 确信买入 觉得这只股 因为他就说 已经走向这个全球化了 哇 正那样 现在才说他走向全球化 说了很久的了 那他一二月呢 加上新销售的汽车数量呢 就超过19万两 那全年目标100万两 那你见到现在都是破位 一级级上升 仍然都是利好的 那高盛看的目标是13.21 那当然呢 现在来看那个 幅度又不算大 所以他这么迟才叫 都是有点奇怪的 那持有的就继续持有 那推高的指赞位呢 就是前浪顶 那固然这个是 可以是一个短炒的指赞位 但是如果你中线一点 就看回这一道 3月1号的低位 10元 4.4元 你当他跌破 如果真的跌破10元呢 才是说走 仍然都有机会上股 震堂继续上的 那除了这只汽车股之外 正通汽车 亦都是更上一层楼了 那市场预期 他都是说 那个今年的汽车代理 在特别是宝马方面做得好 另外有一些 汽车 按揭那些金融业务 都做得好 那今天升6.5% 这只股 亦都是大摩看好它 给个目标价比得好高 现在今天才是4.24元 大摩给个目标价是8.4元 就是差不多升多一倍 所以大家留意了 好了 还有一只 焦点股 信与光学 近上一层楼 今天以近光头阳烛的形态收市 急升了10.4% 收报56.95元 因为呢 大摩就说 它二月销售又好 去年全年 去年下半年的盈利 可以有机会增长75% 给个目标价给到65元 所以刺激到今天 近上一层楼又破顶了 所以其实大市虽然走势 欠佳好像还有机会进一步调整 或者低位整顾 但是个别有些股份 都还有很有机会 大家值得留意 好了 利益申报 我没有持有以上股份 多谢大家收看